第十三如何过一个有律法约束 有在爱神的爱与自由中 一个平衡的生活 没必要平衡 如今你已经成为基督徒 获得了新生命 好好祷告 明白神的律法的教导 神圣经的教导 凭着对神的爱去顺从就好了 问题是有的时候 我们感觉到那种张力 知道却顺从的时候挣扎 肉体的不愿意 自私的爱 个人的私利 体贴肉体困乏 付代价 不肯付代价 加上自己又爱世界 体贴肉体等等 这个挣扎如何去克服呢 这是基督教要第三卷里面处理的 所以不需要刻意把两个虚假的概念 对立的自己搞出来两个概念 搞个平衡 没有那个事 有了神的话去顺从就好了 顺从是发现不足就祷告就好了 祈求神的恩典 是吧 因为基督力已经释放了我们 我们里面不要冷淡了对神的爱 不要爱自己肉体 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 好好体贴圣灵 顺从圣灵 圣灵在我们里面 感动我们越来越强烈 越来越敏感 顺从神的话就越容易 越不祷告 越不体贴神 体贴肉体 思念世上的事儿心越来越麻木 恩典越来越少 越来越爱世界 世界对我们的吸引感觉越来越大 神的恩典对我们的感觉影响就少 你怎么能够顺从律法的生活呢 对不对 谢谢大家 Day